小苗 你别这样 事情会弄明白的 不是谁说怎么样就要怎么样 一切都能解决的 让一下 小苗 小苗 姐 等一下 她是你妹妹 是不对 是不对 怎么可以这样 众狗轻人 这上面写的很有道理 一条狗 这是玩物而已 就算真丢了 惋惜一下也就过去了 而且 现在事情的真相还没有查清 怎么可以把人搞得这么痛苦 对 这件事情 我也知道一点 这位叫国粮的保安 也被这条狗的事情 弄得焦头乱额 苦恼不堪 最后还被人打了 为了一条狗 打人 这么做是不对的 可是我们的保安队 我们的物业部门 还要他写检讨 为了一条狗写检讨 这是绝对不可以的 这件事情 应该让我们一些人想想 保安与保姆 是否应该得到必要的尊重 是啊 我看到姑娘被灯打了 大苗 你先带小苗回去 你不要动 行了 让他拿走吧 姐 我看到你被人家欺负 我心里难受 好了 事情总会弄清楚的 走吧 刘队长 这篇东西你要拿走可以 但要让你们物业部的人 都看一遍 我也主张 开个业主代表会议 让大家评评理 国梁和大苗受诬陷 小苗替姐姐说话 这有什么错 如果你们一错再错 我就要以业主的名义投诉你 你不要再说了 这事啊 我来处理 好了好了 都回去吧 回去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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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队长 我决定战时不辞职了 我没收到你的辞职报告 我也没同意你辞职 你也不能开除我 因为整件事情 还没有弄清楚 就算你非要把我给开了 我也不会走 我会一直待在小区里面 我要陪着大苗 陪他把整件事情弄明白 你最好告诉大婷 让他别再惹大苗了 整件事情都是他在报复 小苗 你为什么要这么做呀 我们乡下 要是谁受了优望器 又没有地方说 就这样告诉大家的 让大家评评理 那是在乡下 在家是没有用的 反正我就是让大家 评评理 小苗 你这篇东西写得很好 语句通顺 条理清晰 而且很能说服人的 你是什么文化程度 我去年刚高中毕业 难怪 你怎么没考大学呢 我考了 但没考上 别泄气 复习一下 今年再考 如果需要我帮忙复习的话 我一定帮你 小苗 你挺勇敢的 我不勇敢 我胆子很小 其实刚才 我很害怕 我看到他这样被人家欺负 而他又老是忍着 我 我就是胆子再小 我也要帮他说话 以后啊 要有什么事 一定要跟我商量 世界 你干嘛好看着我 像他 小沈 你说小苗像谁啊 哦 小苗 我家就住在楼上 你有什么困难 一定找我帮忙 尤其是复习考大学的事情 姐 她谁啊 哦 她是一个好心的人 没想到小苗对你这么好 怎么了 你和秀山都这么夸他呢 到底是首都之情啊 就是不一样了 你以后别对他凶巴巴的 我知道我该怎么对他的 我知道你会怎么做 你的事情啊 我都知道 不良 你真的不去乐先生公司上班了 狗的问题不搞清楚 我就不去了 可是 你担心什么 没什么 不过最后 我应该还是会去的 我要是去了 我的收入就高了 我外婆 还有你 你们就不用过得那么辛苦了 而且念念读书也需要钱啊 你还是多为自己的病想想吧 我没事 过一天就得高兴一点 你看我现在 不不是挺好的吗 哥仁真老师 天天在广场上 教社区的舞蹈队跳交易舞 我趁值班的时候偷偷学了几下 跳给你看 啊 他们呀 全都是这么抱着 赶快救你 嗯 哎哎哎你跳的不对 哪是这么跳的呀 我看人家都是这样的 我明明看人家都是这么抱着跳的 哎行行别跳了 让人看着 快给我给他 你看我这病现在没事啊 对你没事你不会有事的 嗯 大苗我在看人家跳舞的时候 我有一个愿望 以后我们两个都学会跳交易舞 我带着你跳 其实跳交易舞真是挺浪漫的真的 我看你这一对一对跳舞的时候 我仿佛就想象着好像是我们两个在跳 我觉得你今天晚上特别可爱 哎哎对了你干嘛带着小号啊 我今天晚上要演出啊 你有演出 你晚上出去演出 对啊一场非常重要的演出 在哪演出啊 现在还不能告诉你 你跟我去吧 去了你就知道了 我卖关子呢 行那你先跟我回家 我跟念念做完饭就去看你演出 嗯不过看完演出以后呢 我要去趟你们家 我有事情跟你外婆说 你找我外婆干什么 我现在不能告诉你啊 到你们家你就知道了 你也跟我卖关子是吧 嗯 好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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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念念 我要叔叔 你是不是来当我爸爸的 你看看我对不起啊妈妈我错了 来念念我让叔叔换你下来慢点啊 小心啊 来哎来了来上去 妈妈这菜已经热三回了 你们怎么来得那么晚啊 妈不是跟你说过吗 不让你自己烧饭的 烧饭很简单的 跟做功课一样简单 念念 嗯 你应该听妈妈的话 这样太危险了 会烫着你的 我只要小心点就可以了 哎 国梁 你就跟这吃饭吧 我不在这吃了 你不要害羞 就在这里吃吧 反正会去看见你吃饭的 念念 你要这么说叔叔 那叔叔可是要难未请死了啊 行了不说了 赶紧吃饭吧 国梁叔叔吃完饭 还得演出呢 啊 国梁叔叔要去演出啊 这里就是我的剧场了 啊 在这儿 这儿一个人都没有啊 有啊 你 我 今天啊 我为你演出 你说什么 为我演出 大苗 这几天 我觉得你特别苦闷 也不开心 我为你吹几首曲子 希望你能够开心 能抚慰你的心 你坐 你坐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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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对男女 他们互相相爱 但是不能在一起 因为他们两家有世仇 这对男女互相发誓 不能相爱一辈子 但也要一起离开这个世界 后来他们两个人 果然因为家里人的反对 而先后自杀 离开了这个世界 他们达到了 爱情的最高境界 那就是生死都要相爱 原来是一个这么击惨的故事 我不喜欢这种击惨的爱情故事 但是这也是一段很传奇的爱情故事 有很多艺术家 把他们这段爱情改变成话剧 还有音乐 我上小号练习班的时候 还是我爸爸把这个故事讲给我听的 大苗 以后这首曲子 就是我们恋爱的曲子 只要我一吹起它 就代表我想念你 好吗 好啊 叫什么来着 什么 罗 罗米欧 与朱丽叶 罗米欧 与朱丽叶 罗米欧与朱丽叶 罗米欧丽叶 罗米欧丽叶 我们跳个舞吧 我不会跳舞 我也不会啊 我们 慢慢来 试试看吧 这 在这儿啊 啊 好 来 来 这样 一 二 三 开始 再来 啊 來 啊 看 来 我们 回来 第九趟了 实实在在第九趟 国梁 你老说一趟一趟的 到底什么意思 是我外婆告诉我的 她说男女见面约会 一共有十趟程序 如果通过了这十趟程序 就表示 两个人以后肯定能成 肯定能相爱在一起 第一次见面的时候怎么样 第二次见面的时候怎么样怎么样 直到第十趟 两个人 就表示真正的相爱了 你外婆还真的是你老师啊 是啊 那 你刚才说第九趟 而且是实实在在的第九趟 第九趟什么内容啊 我 你快说呀 第九趟 第九趟 就是男女 就是男女 使劲地接吻 但是 男女接吻 一定要看对方的态度的 使劲接吻 我刚才没那么做呀 你是没有 那 咱们就是第八趟吧 我看你态度好 那就第九趟吧 他这 你 没有 你 我 我 你 大苗你也来了 来来来 吃饭吃饭 大婆 我在大苗家已经吃过了 对啊 我已经留国粮吃过晚饭了 好好好 你等着急了吧 没没 赶紧吃吧 好好 大婆 我每天来 都看见你把报纸放在旁边 你眼睛能醒吗 戴着老花镜能看见 这是隔夜报 是人家邻居看完了以后 送给我看了 大苗 你不是有话跟我外婆说吗 外婆 你知道 我那家主人 她是个有名的医生吧 对 你跟我说过 她是什么 一个大医院的院长 对啊 我把国粮的检查报告 给她看过了 她考虑了几天 开了两张药方 一张是中药 一张是西药的 她还说啊 一定得坚持吃的 这事你给我不就行了吗 给你 你会去抓药吗 我从来没看见一个病人啊 对自己的病这么不上心的 来 给我 那就得麻烦您 按着这药方去把药配好了 好的 我明天就去抓 外婆 外婆 不用赔 浪费钱 你说什么呢 外婆你别听她的 谢医生说了 国粮的病情啊 照道理来说 都不能上班的 是吗 但我知道她 她这个人啊 你打死她也不会在家里闲着呀 所以 咱们先把药吃好 把病控制住再说 我知道了 我知道了 对吧 外婆 我知道 家里的情况也不太好 我每个月会给一点医药费 算是 减轻你们的负担了 爷爷 大苗 这不行 这 这不可以啊 没事 我的工作七八年了 我有积蓄 哎呀 你拿着吧 大苗 大苗 这钱不能要 你的话我可以听 外婆去抓药 我肯定吃醒了吧 对 国粮 咱们还分什么你我呀 我不跟你分你我 但是你的钱我不能用 哎呀 你们 你们赶快就不要分你我了 赶快 外婆 为了监督她吃药 我决定 让妮妮在你们家住一段时间 这样我下班了或者有时间 都可以过来盯着她 好啊 那我们就是一家人了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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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董案婆哎哎呀 哎呀 我娘 你最近怎么身体好点的吗 哎呀 不好 废气肿 你一动就要喘 就像个打气筒 你当心点 邓阿婆 我是想问问 你们这个铁板锅 是哪儿买的 你要买 你要做煎饼 就是啊 我在家里也没事 我想去做做煎饼 赚点钱 贴不贴不家用啊 那行 你就把它拿去用吧 拿去吧 那不行 你自己要用的呀 你看我这个咳嗽 不卫生 不能做食品生意 你拿去用 拿去拿去 那不好意思 那我就先借去用用 行 拿去吧 你会做煎饼吗 我天天到你这儿来 看都看会了 要是生意好啊 就是早上跟中午 早上上学的 上班的 都得吃早饭 买的人多 中午呢 有人要吃 还有人要上班 他不能不吃中饭吧 对呀 他为了省事 就买个煎饼吃吃了 我早上是不会去的 我要给我们姑娘做早饭的 我就中午坐一会儿 中午只要不下雨啊 也能赚个二三十块呢 真的 对了 我都把那个营业制造给你 否则的话 遇到巡警啊 还有工商检查队啊 那才要把你东西没收的 哦哦哦 对对对 那谢谢你了 我们都已经七十五六岁的人了 还得去做小生意 哎呀 做人做人就是要做嘛 啊 董外婆 董外婆 等你身体好点 我们两个一起做 这样相互有照顾啊 好好 我进去吧 你也是让妈来给你 妈给你送过去啊 谢谢你了啊 谢谢了啊 董外婆 那我拿走了啊 我给你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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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我给你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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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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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这几年都参加慈善活动 而且我都资助了很多人 主要是小孩 现在我还在做这个活动 那个慈善机构有我的详细记录 那您为什么不留自己的真实性命呢 姑娘 我有些留 有些不留 一些数额小的我就不留 你像你这儿数额不大 所以我就没有留真实性命 自当我搬到这以后 我听到你的名字我觉得很耳熟 我从侧面打听了一下 原来你就是我资助过的那个孩子 你看 这真是缘分 而且郭梁 你又救了我的女儿 你是我们家的救命恩人 我 我一定要想办法帮助你 改变目前这个境况 我必须帮助你 你相信我 郭梁 你不要拒绝我 陆先生 好 谢谢阿哥 谢谢你啊 哎哎哎好 来 你跟那个人只见过一次面 就认定二媒遇到了危险 那个人就是个流氓 我问他二媒的地址 他却对我动手动脚的 郭敏姐 我是以人口失踪的情况 来报我的案 我想请你们调查调查 二媒的情况 为了你项链的事情 我也想找到二媒 现在既然有线索 那么就让我来查吧 你把那辆驻动车的 车牌号给我 我写给你 顾敏姐 我不是为项链的事着急 我是为二媒的安全担心 我希望你们能够 尽快找到二媒 这样吧 你把电话号码留下来 对了 上次小狗的事 查得怎么样了 还在查 希望你们能够 尽快得出结果 这有关我的名誉 你们各说一套 那个证人又联系不上 要证实你们谁是实话 实在是不容易 这得花时间 这事就一直拖着了 你先回去吧 等找到二媒 我会通知你的 那谢谢你了 喂 大苗 你说的那辆驻动车 车主已经报案了 两个月前已经失贴了 就是说现在开车的人 不是车主本人 那辆车找不到了 那情况就更严重了 顾敏姐 无论如何都要想办法 找到二媒 喂 是张顾吗 我是二媒的朋友大苗 有二媒的消息了吗 二媒没来过 连电话都没有 我听一个同乡说起啊 他好像在什么 叶总会做事 张顾 你能不能约到 你那个同乡啊 那行 那明天上午 你把他约到你那 我想见见他 问问情况 好 好 谢谢您啊 先生 您到哪一刻 我找六零三世 谢习生 谢院长 找谢医生 对 您这把线 好 谢谢 您找谁 我找谢院长 他在家吗 我家来客人了 谢先生 再一会儿再打给你好吗 好 好好好 就这样啊 再见 谢老师啊 呦 周星 你怎么来了 我是来进修的 医院说您已经退休了 我是特意来看望老师的 坐坐坐 好 周星 这是我的夫人 这是我的学生 张仲青 你好你好 师父好 快请坐吧 坐坐坐 好 谢谢 众星啊 当年是中医药大学的学生 在我们医院实习 我带着他 我现在是汉西市医院中医科的副主任 请喝水 谢谢 你是不是看着他眼熟啊 是啊 他很像你的一个女朋友 对 他很像大苗 对了 老师 大苗不在医院里坐了 我这次到医院来也没有看到他 那你知道他现在在哪里吗 他就在楼上做家政服务员 是吗 这么巧啊 那他现在好吗 成家了吗 还算好 还是一个人带个孩子 小苗 你去乐家看看 如果你姐姐有空 叫她下来一下 小苗 怎么了 姐 你现在有空吗 谢先生让你去一下 什么事啊 他家来了位客人 叫张仲信 张仲信 大苗 张仲信 坐呀 大苗 快坐吧 你也坐 小苗 忙你的去 放心 我找你有事 什么事啊 你没看出来啊 我看啊 他俩以前肯定谈过恋爱 我只知道啊 他们很谈谈来 恋爱 没听他们说起过呀 你还说你会看人呢 这点都看不出来 让他俩在那说话话吧 楚星已经结婚了 我收到过他给我寄来的喜糖 是吗 是 大苗 大苗 念念现在好吗 他上学了吧 他上学了 已经上二年级了 真快啊 什么时候 让我见一见他 行啊 不过他可能不认识你了 那会儿你回汉西的时候 他才三岁呢 对了 你来这儿是来进修的吧 对 也是 为了来看你 你在家乡过得还好吗 我 结过一次婚 结过一次婚 什么意思啊 就是说 又离了 我那个前妻 也是医生 就是脾气有点大 总是为了一些琐事 和我争吵 整一个合同师后 不知道体贴人 其实两个人分手 错不能怪一方的 对对对 其实我也有问题 有时候不够耐心 对了 那你有孩子了吗 没有 也是 你不喜欢小孩 这我知道的 这可是你对我误会的地方 不是吧 其实说不喜欢 那也是过去的事 那个时候 我才二十六七岁 那个年龄的人 喜欢孩子的并不多呀 特意不少 现在我 和当年不一样了 那你先坐着 我楼上还有事呢 大苗 你有空吗 我想请你吃个饭 我 还有事呢 那 那就改天吧 行 再说吧 大苗这个姑娘 好厉害呀 真能干 大苗是谁呀 大苗就是跟二梅 在一个小区做保姆 跟二梅逃婚的那个 那他男人还在找二梅呀 叼到嘴巴里的大肥肉掉了 总想闲起来吧 何况是个大姑娘 是呀 是呀 哎 大苗来了 他就是大娘 我的小通乡已经来了 你见过二梅吗 没有 他打过一个电话给我 不过没说什么就挂了 那他说他在哪呢 他说 在新什么夜总会 新什么 刚刚张姑问过我了 我想了很久都没想起来 你帮那男人再找他 不是 我有种不好的预感 我觉得他现在处境不太好 哎 大苗 我有个同乡在夜总会做事 不过呢 那里的夜总会叫 哦 金银夜总会 那你同乡认识他吗 这我就不清楚了 金银 新 金银 那 那你同乡叫什么名字 那个夜总会在哪 我想去找找 我同乡叫阿三 何远呢 要到两次地铁呢 阿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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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来 你热心点 这客人可是我们这儿常客 你小心伺候着点啊 你老师不别样子 喜喜沉沉的热心这样的 他让你干什么就干什么 先生 为了你 我可是来了十九次了 别让我再多来一次 先生 您要喝什么饮料 皇家礼炮 要两瓶 今天我们两个 一醉方休 共享人生 先生 你知道 我不会喝酒的 阿兴 陪我嘛 你今天一定要喝 而且一定要喝醉 对不起先生 我不喝 你呀 一说话就让我扫气 好吧 那就给自己点 想喝什么 随便点 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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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别这样 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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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您别这样 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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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生